一提到郑成功 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肃然起敬 正是他率领军队 赶走了荷兰侵略者 收复了台湾 维护了民族尊严与领土完整 因此一直以来 他都是备受人们敬仰的民族英雄 为后世所缅怀与推崇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在当时以及对于后世 都有着极强影响力的英雄人物 却是以一种近乎于被活活气死的方式憋屈收场 不免让人倍感惋惜 而令人在遗憾之余 更加感到极度气愤的是 给予郑成功内心以致命一击的 并不是外人 恰恰是他一直都非常信任与器重的长子郑晶 纵观郑晶的一生 他坑过自己的父亲 坑过自己的战友与盟友 对于敌人则更表现出的是毫无底线 虽然他的名字叫做郑晶 谐音极为正经 可他却是将人生的不正经演绎到了极致 郑晶的不伦行为 致使郑成功被活活气死 清顺至18年 郑成功安排自己的长子郑晶留守下门 金门 自己亲率25000名将士 以及数百艘军舰 自金门廖罗湾出发 经澎湖横渡台湾海峡 向台湾进军 经过激烈的战斗 终于打败了荷兰侵略者 让被荷兰人占领30余年的台湾 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这之后 郑成功又积极组织开垦 恢复生产 全力发展台湾经济 为台湾地区的开发 也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然而 郑成功的身体状态与精神状态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况愈下 这其中 由水土不服的原因 同时也有着过于操劳 缺乏休息的缘故 但最为重要的是 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 他接连遭受了三次非常重大的精神打击 首先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 被下令处死 郑之龙在顺治三年投降清朝后 顺治皇帝就一直希望通过郑之龙 招降郑成功 但是郑成功非但没有投降清朝 反而就此与郑之龙断绝了父子关系 积极坚持抗清 期间还率兵北伐南京 搅得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是不得安宁 而这次 郑成功又拿下了台湾 隔着台湾海峡 借助其海军实力上的优势 继续与清朝继续对峙 而清军则对郑成功只能望洋兴叹 无可奈何 于是郑之龙就此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价值 而清朝朝廷这面 对于郑之龙也彻底失去了信心 顺治十八年 也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同一年 顺治皇帝去世 在敖拜等辅政大臣的主张下 下旨将郑之龙处死 此后更是将郑成功家的祖坟进行了破坏 郑成功听闻后是弃血攻心 愤怒不已 其次就是清朝颁布禁海令 从此东南沿海市片板不得入海 此举这相当于就直接切断台湾 与东南沿海各地的贸易往来 让地处台湾和京下的郑氏集团在经济发展上 受到了沉重打击 也让岛内人心开始浮动 再次便是郑成功长子郑金布伦事件的发生 对于郑成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前文中也说到了 就在郑成功率领大军收复台湾的时候 郑金被安排留守大陆的金煞地区 而就在郑金留守期间 郑金与其右弟的如母陈昭娘思通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并且郑金是主动告知了郑成功 更是大言不惭地问其讨要封赏 郑成功虽然出身海盗世家 又是常年行走于航武之列 但是他毕竟是跟随明如前千亿 学习四书五经 深知礼意廉耻 不然他也不会在自己父亲 已然投降的情况下 继续坚守中军爱国之道 进而奉明朝为郑硕与清军对抗 于是郑成功在得知此事后 非常的气愤 借着派自己的弟弟郑太 带着自己的旨意 前往金煞地区 处决自己的这个不孝之子 然而 此前一贯服从听命于自己的郑太 竟然选择袒护郑金 并且在此之后 郑成功再次下令要处死郑金的时候 更是无人愿意前往 这样一来郑金依旧可以逍遥存世 而郑成功却是怒不可遏 终于 在康熙元年五月 也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 仅仅半年之后 郑成功暴毙身亡 年仅39岁 据台湾县制记载 当国姓公卧病的当初 五月初二早 呼天昏地暗 狂风大作 初三更风雨交加 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 继而雷震电闪 如山崩地裂 初五日 天平雨晴了 初八日 国姓夜归天 可以说 郑成功的英年早逝 郑成功是要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的 而就在郑成功死后 郑成功马上加入到了权力的争夺战之中 而为了夺取台湾的控制权 他不惜将驻守金煞地区的主力全部调走 进而让清军非常轻易地就占领了金煞 挥师回台的郑成功 也打败了在暂射台湾事务的郑习 并对其党羽进行了清算 与此同时除掉了包括郑泰在内的一众反对者 最终以武力夺权的方式 习成了郑成功严平王的爵位 只是 经过这次内部的动荡 郑氏集团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并且台湾朝堂上 长时间处于人心惶惶 朝不保夕的状态 内部已然是严重缺乏向心力 而在金煞地区的丢失后 郑经失去了郑氏集团在大陆的最后据点 只得困守台湾孤岛 战略生存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 三藩之乱中 郑经又将盟友坑了个遍 康熙12年 镇守云南的平溪王吴三桂起兵反清 三藩之乱就此爆发 叛乱之初 吴三桂趁着清军 疏于防备 立足未稳 迅速攻占了贵州 湖南以及湖北部分地区 与清军隔长江对峙 康熙13年 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经中 率先相应吴三桂 并且迅速占领了福建全境 同时出兵攻打浙江与江西 此时对于吴三桂等叛军来说 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而这也无疑让在台湾的政经看到了 反清复明的希望 于是他接受耿经中的邀请 清帅全部主力越过台湾海峡 计划与耿经中兵和一处将打一方 从而实现并肩作战 然而耿经中先是没有答应 郑经在京夏地区 以及漳州 泉州等地建立据点的要求 随后更是直接拒绝了 郑经所要良详的请求 这也就直接激怒了郑经 于是还未与清军进行交手的郑经 先和耿经中较上了劲 他先是切断了耿经中的贸易往来 让其遭受巨大的损失 之后又直接出兵与之交战 迫使耿经中不得不派兵救援迎战 极大的限制了其在前线的作战 直到耿经中主动做出了让步 郑经这才罢手 双方重新握手言和 可就是经过郑经这么一闹 让耿经中错失了最佳的战略时机 也使得康熙派遣而来的康亲王杰书 得以组织兵力进行抵抗 并就此开始反攻耿经中 康熙十五年 清军攻克仙霞关 攻入福建境内 之后又接连重创耿经中的军队 最终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局面下 耿经中选择了投降 而郑经也要就此面对 康亲王杰书统领的清军 与耿经中军队的双重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郑经选择了开辟第二战场 就此转战广东 开始找另外一番 上支信的麻烦 给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战果 并且占领了 包括潮州在内的一些沿海据点 可郑经在战争中的消耗 也是极为巨大 并且其想要从海上支援吴三桂 进而与之进行会师战略目标 也从未实现 就这样 在康熙19年 郑经在沿海的所有据点 全部被拔掉 而他也只能带着残军败将 回到台湾 此时三藩之乱中 只有吴三桂之孙吴士凡 还在苟延残喘 另外两位上支信于耿经中 早已选择了臣服 而这两位 都曾经郑经作为自己的盟友 可无一例外地 皆遭受到了这位盟友的 背后一刀 势力大损 硬生生地被政经所坑惨 与康熙的谈判中 政经不断地出尔反尔 险些成为民族罪人 康熙八年 康熙皇帝至亲敖拜 开始真正掌握大权 同时也将解决台湾问题 收复台湾摆上了一失事成 然而朝中不少大臣 对于收复台湾持反对意见 他们更倾向于就此放弃台湾 一来 正式集团以海军建长 而清军的海军势力薄弱 完全无法与之一战 台湾海峡成为了当时清朝这面 不可逾越的鸿沟 特别是此前三次武力 征讨台湾皆以失败告终 给清朝以极大打击与震撼 二来 台湾不仅地方小 人口有限 并且是孤悬于海外 于是朝中众多的满洲大臣 都将台湾视为鸡肋般的存在 三来 清朝刚刚入驻中原 定顶天下 许多人都觉得 应该以巩固基业为首要重任 台湾问题就是解决 也是要暂缓处置 可康熙皇帝对于收复台湾 却表现出了极强的决心 一方面 孤悬海外的台湾 给大清王朝的东南沿海地区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特别是江苏 浙江 福建等沿海省份 是大清王朝的钱粮税负重地 关乎着整个国家和朝廷的财政命脉 不能不重视 另一方面 这个时候的正式集团 不仅是武装割据的政权 更是反清复明人士的希望 所以 康熙皇帝也需要通过档平正式集团 以达到彻底清除反清复明势力 维系江山稳定的目的 起初 康熙是一直奉行和谈政策 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为此 康熙皇帝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他允许正式风帆 释守台湾 保留其严平王的爵位 同时派遣同样主张 与台湾正式集团进行和谈的 上书房大臣明珠前去进行谈判 实际上 这是给予了政经 同吴三桂 尚可喜等人一样的待遇 可政经在看到康熙皇帝做出了让步 进而又得寸进尺地提出了新的条件 苟能照朝鲜势力 不削发 称臣纳共 尊世大之义 则可以 政经主张按照朝鲜之力解决台湾问题 已造成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局面 而这也遭到了康熙皇帝的极力反对 若政经留恋台湾 不思抛弃 亦可认从其变 至于比朝鲜不剃发 愿进贡投诚之说 不便允从 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 政经乃中国之人 也正是因为政经的得寸进尺 使得康熙和平统一的计划就此泡汤 在这之后 三藩之乱爆发 这便有了前文中的政经率兵出征 三藩之乱结束后 政经再度退守台湾 直到此时 康熙仍希望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 并且再次派遣明珠与政经进行谈判 可政经依旧坚持之前仿照朝鲜之力的主张 使得和谈再一次破裂 和平统一也就此再无可能 伴随着康熙二十年政经去世 台湾政氏集团内部再度陷入权势争夺之中 最终由政经之子郑克爽接位 然而 内部的争斗 再一次削弱了政氏集团的力量 进而使得康熙皇帝最终通过武力 迫使郑克爽投降 最终将台湾收复 政经虽名为正经 可他却恰恰上演了极为不正经的一生 因为他做封上的不正经 进而做出了与右弟如母斯通生子 这样的不伦之事 直接令其父亲 民族英雄郑成功含恨而死 因为他品格上的不正经 使得其对于三位盟友 吴三桂 耿京忠 尚之信 几次三番的背信弃义 不仅不能成为其帮手 反而成为了牵制与掣肘 不断地在帮道忙 而也是因为他在道义上的不正经 一心想要割据自立 不仅毫无底线的数字 出而反而 不断抬升和谈价码 甚至是一再妄图制造台湾割据的局面 阻碍台海统一 险些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最终 又是因为他全谋上的不正经 过度的猜忌 进而导致了在他去世之后 整个正式集团是一盘散沙 而先后两次 皆与正经密切相关的内斗 极大的削弱了台湾的实力 最终导致了整个正式集团的父王 就这样 正经用他的不正经 坑惨了几乎所有与他相关的人 直至坑掉了他自己 以及整个正式集团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